剛剛看到韓國瑜 還有包括在今天早上 蕭旭成帶來馬英九的意見 他說全民調 就是組合式的全民調 那包括今天蕭旭成 在廣播節目上也特別提到 如果藍白不合 對國民黨衝擊最大的 也許不是總統選舉 而是立委選舉 可能連守住現在的席次都有問題 蕭旭成也爆料 目前他接觸到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都在問說 那能不能請民眾黨的 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站台呢 反正現在立委選戰 打得非常激烈 如火如荼 我們看到又有最新的民調出來 是美島電子報 他們特別針對了 台中二選區 台中第二選區的部分 所做的民調 就是閻寬恒和林靜宜的部分 來看到國民黨的閻寬恒 43%的支持度 民進黨林靜宜 28.6% 所以換句話說是 閻寬恒大贏林靜宜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先請教兵哥 是不是這個差距有點懸殊 40對28 那可不可以說是 閻寬恒在這一次 中二選戰的戰術奏效 他完全把林靜宜鎖在中二 林靜宜聲量出不來 因為過去其實林靜宜 就是靠空戰 那感覺起來 她的地方組織 是不是這個陸戰 會比較弱一點 那最近呢 其實林靜宜 還是不斷地想要發聲 比如說她在打徐春瑩 但是因為徐春瑩 他們黨內太多人打了 所以以至於 她的聲量被稀釋 我先看到這個民調 目前這個本地島所做的 這個數字 嚴寬恒大贏 我想聽聽兵哥的分析啊 其實林靜宜並沒有很會打空戰 空戰也不行 那是民進黨會打空戰 不是林靜宜會打空戰 這是兩回事 所以這是民進黨沒幫她 因為上次是因為補選 不是民進黨沒幫她 上次補選是因為民進黨 全黨傾操而出 然後就鎖住嚴寬恒死打 那嚴寬恒是一個比較 因為她本來就是地方型的 這種民意代表 所以她比較擅長於陸戰 在空戰這邊 國民黨沒辦法給她支援 那民進黨手上有 九成的媒體都歸她了 所以他們每天在那邊編故事 什麼神奇的故事 鄉野傳奇全部出來 每天這樣打 然後打了結果嚴寬恒被打掉 可是問題是 這一次是全面性的選舉 全面性的選舉 它不可能站到這麼多版面 那不可能站到這麼多版面的時候 就會慢慢回歸到原來的 那林靜宇請問一下 她補選這一年之內 除了抗中保台之後 她做了什麼事 什麼也沒做 對啊 他幫地方爭取了什麼 也沒人知道 不停說 對啊 那她在立院到底有什麼表現 也不知道 因為基本上她就是個橡皮圖章 民進黨叫她蓋什麼就蓋什麼 就是這樣子而已 其他什麼也沒做 所以當你回歸到基本面的時候 我覺得這才是正常現象 你要知道嚴寬恒兩次很衰 一次是陳柏惟剛好那一次是大逆風的關係 莫名其妙 那一年 讓陳柏惟上 然後這一次呢 就是 在補選那一次呢 又是因為整個媒體被操控了 然後去帶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風向 所以讓她輸掉了 可是現在終於回歸到正常的選舉 正常選舉這本來就是 嚴加在地方上應有的實力 我覺得不奇怪 但是這個民調顯示出來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也就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如果不支持她的話 她可能就要輸了 在這邊 57吧 將近六成都是支持嚴寬恒 是 所以如果民眾黨的支持者 都不支持林靜寧 你要知道林靜寧到最後的得票 絕對不會這麼低 對啦 會再上去 對 嚴大會也會再上一點 但是林靜寧會上更多 因為民進黨 畢竟他們在鄉 就是鄉村地區的這些人 雖然台中現在已經改成四 但是這個地方在過去 是比較鄉村的地方 所以呢 這邊的人一般傾向於在民調上 不會直接做這樣的表態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以過去民進黨在投票方面的傾向的話 我估計 如果是這種一對一 當然也有其他人選啊 到時候會有其他人選 只是那些人可能大家 不知道她是誰而已 那林靜寧至少會上升 10個百分點以上 那嚴寬恒有沒有辦法相應上升這麼多 或是甚至她會不會往下掉 因為如果民眾滿意不支持她 她可能會掉個十幾% 那她可能就會輸給林靜寧 所以我一直在這邊呼籲就是說 藍白到最後沒有辦法合作沒關係 但是至少在立委這個層級 大家不要互相攻擊 那也在總統這個地方 也是各走各路就好 你不管藍或白 你們應該鎖定攻擊的人 應該就是賴清德 因為他是執政黨 他是第一名嘛 所以當然是要去打第一名 去打第二名或打第三名 意義在什麼地方呢 所以大家應該要有 這樣共同的目標 選舉至少在立委這個層級 才能夠讓在野極大化 不然的話 因為現在 因為我現在已經看到 包括你們中天也好 或是在其他友台也好 藍白現在都是互相不斷在攻擊 你說在聊天室嗎 對 在聊天室 那當然 這可能是某幾個極端的人 可是這一種話 越講越多之後 會影響到彼此的情緒 就傷感情嘛 對 那很多沒有被發言的人 可是他會在看喔 他看了之後 會不會被這種情緒引導 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 你們越是這樣做 就是賴清德笑得越開心 民進黨人笑得越開心 那我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拜託大家 藍白和是不會和的 你相信我 不會和的 不用期待 所以我們就 在立委這個層級 大家好好努力 不要撕破臉 拜託你 在立委的部分 我們看到台中第二選區的 目前的民調結果 是嚴寬恆大贏林靜宜 而且你看在這個 五區五個行政區 殺戮龍井大渡烏日霧峰 幾乎我看一下 幾乎都是 免壓式的領先 只有烏日啦 烏日輸了輸比較多 霧峰輸一點點 其實是在誤差範圍 可是剛剛賓哥 講了一個重點 你會發現 嚴寬恆的支持者 將近六成百分之五十七十四 民眾黨去投嚴寬恆 那從民眾黨裡面 百分之二十三的人 支持林靜宜 好所以 從這個目前的 這個中二選區的 泰式 小牛議員 是 這個 我覺得這個民意調查 你也不意外是不是 沒有這個民意調查 顯示的概念 就是第一個選民 分裂投票的意向 其實非常明確 非常高 也就是說 因為我看他同時有做總統 他總統的樣態 其實跟大概 美麗島全國的樣態 是一致的 就是撒哈都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分布 但是立委 就 還是拉得很開 所以我覺得 看到這樣的消息 我同樣做為 選區的候選人 我會稍微放心一點 因為選民的 分裂投票的意向很高 也就是說 不管你總統支持誰 在立法院的這個層級上 大家還是以下架民進黨為 主要的社會氛圍 跟這樣的一個目標 第二個 從交叉分析的數字看起來 因為嚴寬恆拿了 超過百分之八十的 國民黨的選票 我們自己 在我們自己桃園座內參的時候 我自己也拿到 超過百分之八十 國民黨支持者選票 表示藍軍的焦慮感和危機 是非常強的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大盤已經很不太好 不太妙了 但如果我們的立法院都失守 那真的台灣就沒有未來了 所以我覺得 是一個訊號 那再來交叉分析 同樣也顯示 就是說 柯文哲的支持者 或者是民眾黨支持者 他其實兩邊都拿得到 所以說他分的票 不純然是全部藍的票 所以我覺得 我滿認同賓哥講 就是說他對於藍白河比較悲觀 我們當然還抱一絲希望 但是就做最壞的打算嘛 就是如果真的不能合 至少兩邊不要吵架 因為民進黨現在期待的 不只是藍白不能合 他期待我們兩邊互相廝殺 是 因為你兩邊互相廝殺的時候 就變成連 基層立法委員的分裂投票都做不到 如果連分裂投票都做不到的話 才會真正衝擊到 所有立法委員的選情 這就是民進黨現在在下了大旗 就是他們在期待發生的劇本 所以就呼籲所有的觀眾朋友 合或不合 我們就靜觀其變 如果不合就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合了當然目標一致比較明確 但無論如何大家不要彼此口出二言 這樣才是保護 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候選人最好的方式 好在中二選出目前看來是 嚴寬很大贏 可是在這邊他們也有做的是 總統的部分 總統部分 賴清德還是領先 29 然後柯文哲26 侯友宜20 所以在這邊我是不是請教這個 柴薇 就是說其實這是對侯友宜來講說 他危機耶 你看好了 侯友宜如果說 只有在物風的部分是領先的呀 其他的話 如果跟柯文哲比的話 都輸 這邊 那這個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來講 這個是侯友宜要一個警訊 要特別注意的 而且大選決戰中台灣嘛 對的確 其實每一份民調都代表每一個趨勢 不管是各地區 又或者是整體的一個趨勢 那中台灣的這個部分 我們前幾天就有在討論 就有在了解 因為其實我們台中有幾位 是很不錯的立委候選人 都是年輕的 對 包含林嘉欣 還有這個建豪 尾翔等等的這一些 那其實還有這個庭委 這幾個人他們的 他們自己都很努力 他們自己民調也都還蠻出色的 那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好奇的一部分是 為什麼 侯市長在中台灣 他下去蠻多次的 尤其他其實一開始的這個 重點是放在台中 可是為什麼好像民調比較沒有 像其他台北啊等等 這麼的出色 甚至是進步幅度這麼高 等等的 那這個原因當然是非常複雜 因素也很多 只是說 我們覺得有一個比較大的因素 還是回歸到藍白 因為其實民眾黨的支持度 我們其實也有稍微去分析過 他們在台中的支持度是蠻高的 那台中可能因為民眾黨支持度高 所以在整個藍白河 紛擾的狀況的狀況之下 自然而然可能就會把這個仇恨值 或者是憤怒值等等 或不耐煩的這個狀況 投射到 是不是投射到侯友宜身上 那甚至在民調的時候 然後儘管他沒有投射在侯友宜身上 說我不支持侯友宜 可是當他接到民調電話說 他可能選擇拒絕拒接拒答等等的 這也就會讓我們在中台灣的民調 可能會比較不出色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警訊 我們都有看到 所以接下來 我們當然也會有一些戰略啊等等的 但是最大最大的戰略的前提 其實就像剛剛兩位講的啦 藍白第一要不要合 要儘快有答案 再來的話不合也不要口出惡言 但是大家會很好奇 你說不要口出惡言 可是你剛剛一直罵人家 戰狼小姐姐等等的 我覺得那其實不叫罵啦 那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是呼籲對方 我們既然現在都還在一個 合作的平台上面 現在雙方都沒有說破局嘛 我們現在其實一直都在強調的是 我們盡最後一絲的努力 盡最大最大的可能性 去促成這個局 所以既然都還沒有在破局的狀況之下 我們還是這個 大家都少說兩句 對 不要在那邊引戰這樣子 不要引戰啦 就是包含陳志涵啊等等的 就是我們都釋出一點點善意嘛 我們把善良二星多拿出來一點點 我相信對於合作是比較有幫助的 因為都談到藍白和 那當然合作的和 還有和諧的和 因為今天小牛議員在啊 我們剛剛看完了中台灣 那就來看看北台灣 尤其桃園 桃園這一次呢 對藍營的支持者來講呢 是寄予厚望的 有沒有可能 國民黨的六席全雷打 因為昨天我也特別去聽了 這個小牛議員 上了韋翰哥的廣播節目 你特別提到了 那包括在這個 PTT上面呢 也引起了一番討論 就是有網友說 早上聽韋翰的廣播 小牛說他黨內民調 從五月份輸17%19% 到現在倒贏7% 鄭運鵬這次應該翻車了吧 那當後面提到 還有等會我會問小牛議員 就是沾江村村長 他到底參不參戰 他是一個變數 那網友在下面一直討論啊 中國鵬之前會領先 只是因為牛許婷知名度不夠吧 沒有胖中魚幫忙 中國鵬被翻也不意外 中國鵬行票就那樣了 還能如何 那後面還有等會想要 這個邱議長家他的子女 這個邱若驊的部分 他說 聽說也營造正宇十幾% 感覺這一次桃園的國民黨 六席全上市穩穩的了 不知道 我們昨天在節目的時候 也有討論到桃園的選情這個部分 那撿出來的精華版的流量 非常不錯 所以感覺起來是有 你知道對這個 藍營的基層來講 是你知道有振奮人心的作用 但是因為今天 牛許婷本人來到現場 我就好好來問一問 那同時因為 村長今天在臉書上po文 他當然對這次的提名 有意見 他也覺得說國民黨在提名前 內部做了一份民調 他說他的民調排第一 是排名在這個小牛議員前面 那他是說 也不要透過名嘴散布不實訊息 誤導選民說民調沒有我 他說民調在我後面的人 就算再怎麼操作 最後被棄保人也不會是我 而且他也提到了 只有我是鄭運鵬的克星 其他九合一 其他人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跟鄭運鵬好的很呢 怎麼會是鄭運鵬的對手 那這個部分我想 小牛議員會一併回答 因為我不知道村長 會不會最後要參選 那他確實是一個變數 那如果他參選 這個部分你要怎麼化解 或是突圍 這個他三不五時 就會發一下這樣子的文章 所以我並不是太意外 我們就從他講的民意調查開始 他那一份民意調查是議長做的 在三月底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還在徵循人選的階段 那知道我們有意要參選 那時候還包含盧竹的楚春蘭議員 當然也把沾江村議員放進去 我們三個各差一趴 他比我高一趴 我比楚議員高一趴 我們三個都輸鄭運鵬快20趴 那就是那一份民調的數字 那議長跟我講 親口跟我講 如果大家有意見 就跟議長求證 因為議長也很小心 他沒有把這份民調流出去 所以有一份這樣的民調 但其實做出來大家差不多 那後來大家各自回去評估參考之後 像我就佩服盧竹的楚議員 他願意說 那我們就成選年輕人 反正大家差不多都有拼面 願意打辛苦的仗 願意打的話他願意成選 所以後來他沒有參加初選 那事實上就 我還特別跟黨部做了一下溝通 包含我自己的提名 到底有沒有資格 黨部說OK 那我們才參選 那我在這個報名初選前 我也很大門大路的講 我歡迎所有的人都來初選 如果他是鄭運鵬的克星 然後他領先我非常多 大可在初選的過程中 把我一次KO 那我會賣力幫他輔選 那他遊戲規則大概就是這樣 但後來他決定沒有 那後來他認為 他目前的規劃是 他要獨立參選到底 那中間當然很多長輩都關心 但後來我想了一想 就是說要溝通 似乎溝通效果也不是特別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覺得那也不勞大家費心了 不勞大家費心 因為我們自己做國民黨的年輕世代 我們也希望說 政治不要每次在那邊喬來喬去 也沒有那個必要 就是說如果他最後沒有參選 我一樣視他為禮讓跟成全 如果他最後參選 那我們就背著石頭唱歌吧 對不對 反正我們註定就要做辛苦的事 但我要強調的是 我們當初為什麼可以從 初選的民調做出來 其實跟那份內參民調沒有差很多 就是我們輸鄭運鵬一大截 也是網友分析的蠻正確 因為我們知名度就輸他一大截 人家是黨團的幹市長 人家是選過桃園市長的人 知名度是封頂的 我們怎麼樣 也許我們在節目上 有一些曝光的機會 但到底上來講 我們還是以地方經營為主嘛 所以我們在龜山知名度夠高 可是到桃園到盧鼠就不夠高 那對於楚議員來說 他就是龜山的知名度不高 對詹議員兩個兩區的知名度 相對沒有這麼高 這就是真實民意調查 呈現出來的一個數字嘛 那後來我們怎麼把它拼起來 我們是從提名五月十七號提名 一路到我們自己做內餐 是十月中旬十七十八這一段時間 這五個月我們是拼命跑啊 拼命的跑行程 拼命的辦演講會 拼命的發文宣 拼命的跟大家互動 也在地方走動拜碼頭請益 該做的就像柴薇昨天幫我講的 做什麼的功課 真的謝謝他 就是說我們辦的演講會 辦的發的文宣 地方的接觸 反應是非常好的啊 所以後來我們在做內餐民調的時候 我們的知名度往上 我們的知名度往上 支持度就跟著往上 因為鄭運鵬選舉的困境是 他知名度已經很高了 但他的支持度就是那麼低啊 因為他荒腔走板 沒有在經營選區嘛 所以我們如果認真的努力的去拼 把知名度拉上來 我們的支持度就會拉上來 所以我們可以在150天裡面 我們追超過20個百分點 用意是這樣 那我也有絕對的信心 現在很多人講 萬一詹議員參選 對我們造成衝擊 我講背著石頭唱歌 叫這個辛苦了一點嘛 不被看好但沒有關係嘛 我就算我這領先的七趴沒有了嘛 好不好我們算扣10趴好了 落後3趴好了 我還有60天 我絕對會把這3趴追回來 我目標還是要打贏這場選戰 好那最後要進廣告之前 我還問一下小牛議員 所以桃園目前來講的話 真的整體的選情有那麼樂觀嗎 對國民黨來講這一次 前面這一段時間 大概會有個六區都領先的原因 當然在於國民黨這一次 其實從上一次桃園市場開始 地方就空前團結了 那社會氛圍其實也站在我們這個地方 像我們自己桃一是因為 鄭運鵬不願意經營 我們很認真在跑又拉出來 像陶二的海線 本來認為是這個民進黨的勝地 但是這個鄭文燦過去對海線 是諸多這個詐騙嘛 就是大員的航空城破千案沒有處理好 又把這個三家的SRF分化爐 要放在觀音最綠的地方 他就是這種欺負自己支持者 這種典型的例子 這些議題在地方發酵的程度 是非常高的 所以連在這個相對偏綠的板塊 我們都找到著力點 那議長的子女邱若華是新人 但是議長的陸軍組織 他很早開始他就開始慢慢慢慢 在壓著滑水在佈建 那我們另外三席 現任立委本來就認真 所以當然是有可能六席領先 我們當然是有機會全壘打 只要大家團結大家努力大家奮鬥 哪有什麼是不可以成功的 來看看南台灣 南台灣的話當然就是高雄 那高雄期前陣子有備受矚目 就是高雄第六選區 因為換人了嘛 從趙天麟換成了黃捷 那大家才看說那這一區的陳美亞 是不是有機會 那黃捷因為這一次呢 一起好不好 一起跟這個賴品羽 吳佩玉 苗博雅 吳征 曾文學 組成了這個世代連線 太陽花這個連線 那黃捷呢昨天有特別提到了 他當然是講說 馬文君啊 徐春英啊 所以國民黨民眾黨 積極跟中共理應外合 真的要拜託大家 不要投錯人 那網友也蠻內格的 網友說那投喜樂島呢 反正有郭貝宏嘛 還有網友說 黨的ECFA還沒斷喔 怎麼不說中共和黨理應外合呢 還有網友說 賴島也想跟習近平吃飯啊 沒錯 大家都不要投錯人 那回過頭我請教兵哥 就說黃捷 黃捷也太了無心意了吧 是不是打過來打過去 永遠就只有抗中啊抹紅啊這一招 這個就是民進黨未來 唯一能夠打的主軸啊 不然你就要打什麼 因為副總統帶頭打也是這個 賴清德打的也是這個 已經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打啊 你現在民進黨去講正雞排嗎 請問他要講什麼 完全沒得講啊 因為我們的經濟已經 我們出口已經連13黑了 連13黑 蔡英文雖然還在那邊應稱說 哇台商回台投資好棒棒 破一兆兩千億然後什麼 你講總統天英 然後講除了他自己自爽之外 會有人信嗎 根本沒人信啊 然後賴清德你要告訴大家 你有什麼政績嗎 或是民進黨有什麼好的表現嗎 他自己上次都承認 民調較10% 都是因為黨的表現不佳 那黨就是他自己的領導 那你要講什麼 所以他們現在除了抗中保台 沒別的東西可以打 而且請注意 因為他們在南部 南部打真的是有效 所以他會去這樣打 所以他管理真的假的 黃捷講的就是什麼 你看馬文君跟 把我們的國防建築洩漏給外國 然後徐春英根本就是中共的 然後來台灣就是 還想進外交國防委員會 他就這樣跟你講 根本沒發生的事 而且沒證據的事情 他們就隨便跟你亂掰 但是我老實說 我個人認為抗中保台 雖然是民進黨 這次選戰大概唯一的主軸 可是今年的效應 絕對比不上2020 打不太起來吧 很難嘛 因為當年是因為有反送中 這些東西讓大家危機一事 可是今年剛好相反 今年是大家都看到了5-2戰爭 看到了這個乙巴戰爭 大家都覺得 哇賽最好不要有戰爭吧 是 那你現在 雖然賴清德死鴨子嘴硬講說 投我最安全 我覺得沒事 可是要有人信啊 誰會信 美國爸爸都不信你 所以 他們今年雖然硬要去打這個東西 可是我說真的 他們很難吵起來 然後再加上 這一群太陽花的更好笑 這一群還好意思講這個世代 我都不好意思講 這一群笨手 這個世代 因為你們這些人 你看看一個一個 太陽花當年的主軸是什麼 是要求不要黑箱 對不對 是要求要簽訂那個 兩岸之間的服貿審查條例 相關的審查條例 監督條例 請問一下 你們這幾個 你們有任何人在當選之後 主張過這件事嗎 有人在提過這件事嗎 你們現在看到民進黨 這麼多的黑箱 請問一下你們這 這六七個人 你們還有任何人講過一句話 有任何人質疑過民進黨嗎 根本沒有嘛 所以你們這七個人 都是背叛太陽花的人 太陽花不就反黑箱嗎 民進黨不是超級黑箱嗎 結果你們一聲不吭啊 所以你們這幾個就是被虎代表 你知道嗎 網友這樣講耶 還說還敢拿這塊當招牌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這是非常明顯啊 一個一個違背自己當初的理想 違背自己的初衷 然後現在為了爭權奪利 在那邊還死皮賴臉 還好意思講什麼 這個世代 我講的沒錯 不然就來告我 就這群分手 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剛剛也很好奇 就是說太陽花臨線 那太陽花紅利 現在還有剩嗎 剩多少 那當然我們現在 再還是盤點一下 這次立委選戰的部分 那最近也是在話題之上 同時在窮追猛打的也是 這個世代連線 太陽花成員裡面的賴品瑜 因為他的選區嘛 在汐止 那他的對手 是國民黨的廖先祥 那主要打的就是違建的這個議題 那最近這個廖先祥 也就是 積極在處理當中啦 那主要是針對呢 廖先祥家族 位於汐止停車場土地和違建爭議 民黨新北市議員質疑 新北市府說謊 代戶職手 新北市公務局長表示 沒有辦法接受明代污衊的指控 對於放假消息混淆視聽 而且將中央責任 甩鍋給地方的行徑 令人無法苟同 新北市府的說法是該怎麼辦 就怎麼辦 那廖先祥這邊就是一直拆拆拆 說違規項目都積極排除中 而且向大眾鞠躬道歉 這一局打到現在 我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所查的民調最新最新的 還是在9月份TBS所做的 當時這個廖先祥是大贏賴品於16個百分點 可是這一波這樣操作下來打下來 有沒有受傷 受傷 的確是有受傷的 而且其實我昨天在這邊也有跟大家講過 現在民進黨他們有個策略 什麼策略呢 他們已經抓住 抓定幾個選區 那就我所知 雙北他們是抓了六個選區 其中第一個選區就是包含賴品的選區 而且是他們重中之重 就是要強力挽救的 所以其實這幾天我們也有聽到一些民調 其實先祥他也有受過這波傷害 是有 對 但是我覺得也請先祥他不要灰心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經過這一次的例子 大家會有一個比較 比較什麼呢 比較處理的態度 他在跟賴品於的時候 兩個人在處理的態度 賴品於是什麼 堅決我沒錯 我就是沒錯 然後我死不出來 我神隱 可是先祥他怎麼樣 他不是 他是OK沒錯 我的確是有違規的地方 那我有違規的地方 我拆嘛 我拆給你看嘛 那昨天怎麼樣 你說我有其他違規 那不好是我 我查了一下 的確也好像有一個比較正義的狀況 我直接跟大家鞠躬道歉 然後也跟大家說 這些事情之後不會再有了 這不就是面對問題的方式嗎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都是年輕人 那這兩個年輕人 他出來面對問題 面對危機的方式 讓大家看到誰才是可以信任 誰才是真的是誠實謙虛的人 那就是廖先祥 所以我覺得先祥在之後 他把這些問題處理完 加上他其實也是很認真 在經營地方等等的 他也會努力把他的民調 努力的再往上升 對那我知道其實他有傷 但是其實他還是在跟賴品於是 拉去當中啦 對所以之後再努力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我覺得要從這個例子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很擔心民進黨 他在這個選區要強力就一個人的決心 他是把所有的資源 你看為什麼這個廖先祥 他的東西會這樣子有系列被爆出來 而且有系列還不只是 還不只是從民進黨這樣子爆出來而已 他們怎麼樣 他們拿到東西 他先去給友台 先去給差利的友台去爆 然後好像假裝是這個媒體爆發 媒體告發的等等的 事實上不是 事實上就是他們東挖西挖 然後不斷的去挖出來 然後甚至挖出來還扭曲事實 所以你看到昨天那一些 那個戴尾山等等這些民進黨明代 就在議會上面去扭曲事實 然後去罵這一些新北市的官員 好像罵的真的是新北市的官員 什麼都不如一樣 我真的替這些官員很痛心 被他罵的好像真的是 我不是爸媽生的一樣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他們慣用的手法 在新北市的選區是這樣子 那還有包含台北其他幾個選區 我也知道民進黨都已經開始在動了 所以這也是我們這邊要提高警覺的一個部分 好那說到了賴清德 賴清德他是不是又是人不明了 其實今天我們知道大家都看到他的整個團隊 現任的民進黨組織推廣部的主任林正宏 一樣酒色才氣 他被這個立委參選人游志斌批爆 這個是民進黨新潮流的浮選大將 聚眾淫亂晚上酒家座台積穩女子 這個照片都清清楚楚的在這邊 好那這個東西也會引起大家覺得說 整個翻車為什麼跟人設有關 因為林正宏呢他也是他從他PO出來一些照片啊什麼的 你看得出來他還是主打這種愛家好男人的形象 結果呢所以這個游志斌就是直接說什麼 他說白天抗中保台晚上酒家座台 這個他說林正宏有沒有帶你去 有沒有教壞你 他直接點名賴清德 說這些聚眾淫亂的公關費到底誰出了錢 還有是否要為浮選大將的不檢點的行為道歉 一個整天出入聲色場所 把酒言歡的執政團隊如何面對台灣人民 一個天天洋裝家庭幸福的人 卻經常上酒家践踏家庭感情 他說林正宏是否也是這樣包裝賴清德 那當然非常火速立刻準詞 在這個民進黨這邊也就火速處理了 只是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民進黨當然也是扯啦 扯了什麼上酒家 顏寬恆不也是嗎 花公堂上酒家 然後就扯了這個國民黨的人一堆 只是就是說這個對民進黨來講 對賴清德來說 他人接二連三這樣的一個出包耶 包括陳忠諺小雲有空嗎 包括像是這個陳凱玲台南最貪局長 因為什麼性招待 說會購買情趣娃娃 整個被判刑八年 那最近前兩天爆出來的又是梁文傑 出入招待所 而且還有辣妹進出 那更不用講了 鄭文燦呢花了兩天時間否認 當時這個疑似開房間的照片 他不是影中人 這一連串對賴清德到底有沒有影響 小牛議員 當然有影響啊 會讓大家回想起過去那一段 MeToo運動的時候 這個民進黨連續精彩爆出來的 連續的個案嘛 我都建議他們乾脆把他黨旗顏色 改成粉紅色好了 反正整個政黨這麼喜歡粉味 對不對 以後我們就不要藍綠對決 藍粉對決算了 這個當然我們今天在講的是這個 林正宏嘛 是他黨內又一個黨工嘛 最近人選制人不是蠻紅的嗎 對不對 裡面組織部好像都是常常搞這樣的事 不要污名化好不好 還是說他真的是因為有做田野調查 他真的是這樣 不小心把他拍出來了 我也是覺得很有趣啊 大家可以再回去研究一下 看一看這一齣劇 那當然余思他這個政黨 那當然火速請辭 現在試圖要止血 但我認為這個大家馬上在網路上熱烈討論 所以當然就自然而然延伸到 陳凱玲啊陳忠諺啊梁文傑啊鄭文燦啊等等 他當然就被聯想起來了 那這種事情大家就自己去想像 但我想到這件事 我想到另外一個跟公家有關的 那個人叫做吳欣修 現在的國土管理署的署長 這署長前兩天在立法院 推答民進黨立委的質詢的時候 他說這個礦業用地應該要輔導合法 這個應該不能算是違建 我跟你講你這個政黨 你於是你要栽培自己人 然後你要很喜歡粉味 那就是私德的問題 沒水準大家就知道 可是吳欣修這個案子是什麼 那台南縣台南市 然後一路就被拔捉到中央 然後享有了中央的話語權 現在回頭過來 要為自己的組織解圍啊 因為違建這事 廖先祥願意拆你賴清德 大家都在看的時候 你竟然跳出來 幫你的老東家要解圍啊 這是民進黨執政的樣子 他余思他在自己黨部 可以搞出這麼多飛機 他余工的時候 他一點這個責任心 跟一點正義的感覺都沒有嘛 就是都是自己人 提拔自己人 照顧自己的黃青國契 然後把國家的倫理鋼廠 視為無物 這就是民進黨執政品質 所以不只要想想林正宏 想想這個黨籍 改成粉紅色的民進黨 我們也要想想他在多少 政府官員的位置的安排上 包藏了多少禍心 要為這些自己人補裝抹粉 這才是大家要好好注意的事情 因為他在酒店喝花酒的時候 林正宏是穿上黨服 民進黨黨服上酒家 民進黨內有人是透露說 他被拍到的這個照片 是在四年前 當時林正宏還是一般黨工的時候 他說 哎呀就是笨在穿黨服 不過記得馬英九 前不久才在講 他說從趙天麟到某正姓大佬 約會婚外情人的照片 可見民進黨敗壞 桃花朵朵開 民進黨根本是桃花黨 好結果就在馬英九講完這話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禮拜 爆出了梁文傑 爆出了林正宏 那當然在今天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民進黨中央怎麼說 發言人張志豪講 國民黨六位參選人 嚴寬恆夫子也曾經用公帑喝花酒 傅崑奇 陳選生等人涉嫌性騷擾 甚至民眾黨內的舍爾門徒 這些喝花酒性騷 以及涉嫌暴力等誇張行徑 可以說是劣跡斑斑 如果用同樣的標準自我檢視 嚴寬恆和傅崑奇 是不是應該要退出立委選舉 兵哥 傅崑奇的事情已經定案了嗎 我不知道 那何花酒 其實我們沒有人叫他 組織部主任退出 沒有人叫你辭職 他自己請辭 那是你自己請辭 我其實希望你繼續留在 我希望你留在那個位置 我一點都不希望你辭職 所以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 十二門徒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難道柯文哲是耶穌嗎 我不曉得 那至於說 這些什麼涉嫌暴力 喝花酒性騷 我講實在話 民進黨你真的敢指控別人 你們自己性騷了多少人 你們忘記了這件事嗎 那我要不要直接講 你知道有的酒店 都直接跟我講說 我們這裡就是民進黨分部 為什麼 大家自己去想想看 為什麼他們會囂張到 他自己在民進黨裡頭認識 直接穿民進黨黨共制服就去 為什麼你知道 很簡單 因為整家店的人都知道 自己加碼 不會民進黨人常去啊 因為他那時候覺得說 反正我們民進黨人去了很多 所以在這邊很安全 沒有人認為會有什麼問題 那難道這是什麼會員證 還是那邊是民進黨 那個特約酒店 去這邊比較可以打折 所以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嘛 那我請大家去回想一下 這個林振宏 他是賴清德特別把他巴桌上來 當這個組織部主任 所以他是賴清德的愛將 幫他每天規劃行程啊 這些東西這沒問題嘛對不對 陳忠彥是不是賴清德的愛將 所以出現小雲 陳凱琳過去也是賴清德的愛將 那是不是也喝花酒也收惠 那為什麼賴清德身邊 全部都是這種人 就是啊 對啊 趙天靈跟賴清德關係也不錯 對不對 梁文傑跟他關係也不錯 你看賴清德周邊圍繞的 全部都是這些人 我跟你講 我不是要講禁諸者是禁莫者的黑 我要問的是 什麼叫物以類聚 大家有沒有聽過 你賴清德是不是也是這樣 不然的話為什麼你任用的人 你喜歡的人都是這一類型的人 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不是說你一定有 但是顯然 還是你覺得會喝花酒的人 喜歡找小山的人 比較容易做事 比較會做事 比較有公關技巧 是這樣嗎我不知道啊 你自己選人全部都是這些人 那顯然你也很有問題嘛 顯然你任人的標準 是非常奇特的嘛 那更不要講 我老實說媒體人都知道 馬英九講得有錯嗎 民進黨本來就是桃花黨 民進黨黨外的時候就是桃花黨 然後一路到成立的過程當中 民進黨的男女關係之亂 我老實講 國民黨喝花酒的人也很多 講實在話 但是國民黨很少黨內亂搞 黨內亂搞的最多就是民進黨 我講實在話 因為我就直接講 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文化 因為國民黨以前比較有錢 有錢就去外面玩嘛 在外面買 他們比較 因為你早進的容易被發現嘛 容易出狀況嘛 所以國民黨內在黨內互搞的很少 可是民進黨最喜歡黨內互搞 最喜歡磁窩鞭炒 最喜歡這樣亂搞 所以就容易出事嘛 所以前陣子me too嘛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民進黨內的性騷 me too特別多 而且民進黨的人講話 本來就是昏心不濟 就是彼此我吃你一下 豆腐弄你一下剛剛好而已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民進黨自己的文化 就要去單 然後你去指責顏寬恆這些東西沒有意義的 你這就是砍拖嘛 要砍拖我相信兩黨都可以列出一頭拉股 就是這些涉及性騷 涉及暴力涉及 這種桃花的這種一大堆名單 竹範不及備載 那你民進黨要不要趕快去弄個 弄個那個 布文出來 讓我們會列在後面 反正竹範不及備載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種凹沒有用 現在這一個我認為不會鬧大 為什麼 你說會鬧大還不會 不會鬧大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對啊 我今天也是 我想你的媒體記者 除非是跑民進黨線的 不然很少人知道 對我今天還特別問了他是誰 對 所以這個 這個可能不會鬧得很大 大家只是笑一笑就算 但是問題來了 大家記不記得我之前 陳忠諺事件的時候 我就預言過 我說 陳忠諺這個很明顯是自己人報 對 那既然是自己人報 絕對只要你不滿足他們的需求 絕對後面會一直有人在報 接二連三 對 趙天林那個也是自己人報 很明顯 這一次這個也是自己人報 他裡頭還有自拍的照片 然後他在 照片這麼多 他被拍的時候他顯然知道 你就要再拍他 所以這也是自己人報 那 一個一個又一個 請問一下接下來是哪個 所以接下來肯定還會有 梁文傑那一個 是不是長期跟監 是 但是 那個人如果不是跟他很熟的話 沒事跟他幹嘛 梁文傑現在已經不是民意代表 他是陸委會副主委 他跟著他幹什麼 顯然是跟他很熟悉 你知道他平常生活習慣的人 才會跟著他 所以 民進黨自己小心一點 賴清德自己小心一點 未來選舉還剩三個月 會出什麼事自己看 好 那小牛議員 最後一點點時間 因為賴清德最近他說 陸生要納入健保 這個聲率炸鍋 所以現在這個部分怎麼辦呢 那也真的要做 大家想說那你是不是做半套 因為聲率不敢得罪 抗中神主牌又不能違背 那我提醒一下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過去我們這個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要推陸生納保這一題的時候 這個貴黨是從上到下口徑一致說 陸生納保就是一個大的詐騙案 因為他們一定會進來詐騙我們的保險金 會把我們的健保搞倒 這就是你民進黨當初的態度啊 那你現在轉什麼案 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你真的當台灣人都是白癡嗎 所以我是覺得 不要心心作態啦 騙票騙成這樣 連你自己基本盤都看不下去 你如果要把民進黨當成宗教信仰 你就當宗教信仰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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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